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黑糖麥朗麥麵麵包 這次所需要的材料比較多 分別有高筋麵粉、黑朗麥粉、滷麵、無糖可可粉、黑麥芽粉、牛奶、雞蛋、黑糖麥、黑糖、鹽、酵母和無鹽牛油 首先將黑朗麥粉、朱古力粉、黑麥芽粉、黑糖和酵母放入高筋麵粉攪拌 然後加入雞蛋、黑糖麥和牛奶開始搓 麵包搓上來的質感不像平常搓開的麵包 你會覺得這個麵團會比較黏一點 但都是正常的,我們只需要慢慢把所有材料搓均勻就可以了 剛才的材料搓均勻後,就可以加入鹽繼續搓了 滷麵可以把它撕成小塊才放入麵團 這樣會比較容易搓一點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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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加入茅鹽牛牛 麵團要抄至光滑和起筋 只要出了薄膜就可以進行第一次發酵 第一次發酵後,我們可以測試麵團 用手指刀到麵團裡,孔子沒有馬上回彈 即是發酵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把麵團放在工作桌上,進行分割和排氣 小麵團滾完後,我們可以用濕毛巾掀一下 等它鬆弛15分鐘才造型 麵團鬆弛完畢,我們就可以壓平,捲成長條形 麵團造型後,就可以放上烤盤到進行第二次發酵 發酵完畢後,我們進入焗爐前 可以在麵團上面灑上全麥粉 然後放入已經預熱180度的焗爐中,焗15分鐘 這個黑糖麥朗麥麵包完成了 今次製作的麵包所需要的材料和平時不同 和比較少用 所以對於生手的朋友來說 可能看完影片會有很多問號 在片尾這裡也錄了一段仔細 關於材料介紹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黑糖麥 黑糖麥對於麵包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好像我們經常去那間歐至頭的西餐廳 吃到一個可以補充的麵包味 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就是來自這個黑糖麥 它是不可以用其他東西去代替的 很多朋友說可不可以用蜜糖 或者黑糖加水 是不行的 因為是兩樣東西來的 而且做不到那個味道 最重要大家想知道 應該會是 究竟這支黑糖麥在哪裡找到呢? 其實是在一些比較大型的超級市場 就可以找到 即是一間City Mare那間都可以找到 另一樣就是黑麥芽粉 黑麥芽粉有什麼用的呢? 其實它就像一個天然色素一樣 可以令到麵包變得深色一點 除了用在這款麵包之外 還可以用在其他不同款的麵包上 比較常見的 可以用在提子包上 其實在一般烘焙店都可以找到 最後一樣就是滷麵 什麼叫做滷麵呢? 其實是直播到發酵的麵糰 把它加進麵包裡 會令到口感更加嚴重 滷麵是怎樣做的呢? 你可以在上次做麵包的時候 留起50g的麵糰出來做滷麵也可以 或者特意搓一個麵糰來做滷麵也可以 那個食譜我都會放放在CamanBoss那裡 希望大家聽完我的講解之後 可以對製作這個麵包有更多的了解 有興趣的就試一下吧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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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